你另外也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裡面的戲是非常有溫度的天使 然後帶給大家很多 尤其是我覺得裡面有一幕也讓我們覺得好可憐喔 就是你看女主角站在那邊 大家都以為你跟很多不同的女生在一起 結果其實是你在安慰 以及在尋找很多不同女生空虛的心靈 當這部片播出之後 會不會有很多女生朋友們 也很希望跟你親土她們的心事 應該是沒有這個管道 可能要去教堂或者什麼 沒有在管道 我覺得在戲裡面 哲宇是很有溫度的一個很溫暖的一個男生 那他也慢慢慢慢帶著布魯斯跟斯穎 兩個人慢慢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的喜歡的彼此 那所以我覺得能夠背這麼好的角色 然後這麼痴情這麼溫暖的力量 就是哲宇能夠來包覆我 你會破梗說自己私底下也是很有溫度的就對了 也是大概37度左右 是 非常好正常人體的溫度 就是可以演到這麼好的角色 我非常非常的感謝 然後也謝謝大家喜歡我 然後支持我 謝謝你們 是 而且你看我們不管是在電影當中 看到這個阿托跟斯穎兩個人 你知道就是有一點兩小無猜的感情 連我們現在正在訪問兩個人都聊不停 是不是 哎呦 怎麼會有一種小情愫 對啊 在中間不斷的人要串流著 真的是 好 先請這個布魯斯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戲上映到現在 從之前大家根本都不知道你是誰 到現在你走在路上 即使是戴帽子 戴墨鏡 戴口罩 都會被認出來 覺得最爽的 以及覺得現在自己是大明星的 是什麼感覺 呃 超開心的 真的跟做夢一樣 然後 這幾天有去健身房運動 然後也有被認出來 就是要求要合照這樣子 你是說在shower的時候是不是 沒有 不是不是 他是在跑步跟練重量訓練的時候 對 然後就有人會過來說 欸 你是不是等一個人咖啡的阿托 我說欸 對 對 對 然後就有說 等一下可以跟你拍照嗎之類的 我說好啊好啊 沒問題 來來來 一起拍 一起拍 對 你要好好享受現在這種感覺喔 要不然到時候就是 讓所有的朋友們 你知道以後 更多更多人認識你的時候 一樣要保持很可愛的笑容 跟所有的影迷朋友們近距離接觸 好不好 沒問題 好 那請VVN要不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目前為止 覺得自己已經是 哪一個狀況是 戲上映到現在 會覺得很過癮 真的也是覺得 能夠也參與這部電影 覺得很棒的地方 很棒的地方 當然就是可以跟 這麼多這麼多 很厲害 而且是傳說中 像電視上才看得到的 前輩們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 像前幾天慶功宴就是有 從香港來的 周慧銘老闆娘 還有鐵頭公大師兄 還有斷水流 就是再次看到他們本人 一起坐下來 即使是聊個天 我都覺得還在做 是 對啊 對 而且 還有一個就是阿布斯的角色 我們也說了 今天這個 在台北的今天這一場 謝票會結束之後 你就可以回復女兒之聲了吧 對 所以我今天要把我所有的男性荷爾蒙用完 一次用完就對了 而且我們今天要用這個 阿布斯的那個男性荷爾蒙的魅力 要電暈現場 每一位女生朋友們 因為 大家也因為這部電影 也找到了心裡面很多 原來我們在等一個人的時候 會有一個人默默幫我們守候著對不對 對 我覺得阿布斯是在電影裡面好像沒有等到人 也沒有在等人 可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守護者 所以我記得海報上面有一句話我覺得很棒的是 如果你想要 呃 欸 你要不要看一下 後面有海報你要講哪一句 他的意思是說 我講一下大意好了 好 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難 或者是你需要有人守護的時候 呃 老天爺就會給你一個天使 或者是阿布斯 是 太好了 以後阿布斯就等同於天使的代名詞了對不對 不管是利昂無形的天 應該是無形體的天使 或者是有形體 像天使一樣的真實的有溫度的人 都是在等一個人咖啡當中 要帶個所有影迷朋友們最多的感動 對